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深夜时分 救护车开往卡拉OK大楼 将被人砍伤的患者紧急送医 事发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 2日凌晨0点26分 一间卡拉OK的包厢内 有民众遭人持刀砍伤 警方护报后立即开车前往处理 经过调查 当时卡拉OK的店员软性女子 与到店消费的三名男子发生口角纠纷 女店员于是打电话向朋友猜信男子抱怨 菜男便教唆女性男子等四人 到卡拉OK包厢内 攻击与软性女店员发生口角的三名男子 被害人43岁徐姓男子 24岁阳姓男子 与24岁曾姓男子 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经救护人员送医治疗后 表示要提出伤害告诉 案发后本分局随即扩大调查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在三小时内将犯贤菜男等六名犯贤 全数追弃到案 全案六名犯贤 讯后依伤害罪及妨碍秩序罪 以进新北地检署侦办 以上是新主播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